在這一節的課程中 我們首先來安裝TWMP這一個AMP的架構工具 要取得AMP 請你來到Drupal台灣正體中文支援站 它的網址我目前把它標在畫面上 來到Drupal台灣正體中文支援站之後 我們先在搜尋框這邊打入TWAMP 然後按搜尋 由於這一位台灣的網友 在提供TWMP的工具版本相當的多 可以看得出來他努力持續的在貢獻這一套工具 請你盡量取得最新版 最新版的話是最前面搜尋到的結果 我們來取得最新的TWAMP 在他標題上點按一下 接下來往下拉 我們來到下載的網址 由於目前TWAMP是放在一些檔案分享的網站上面 所以當你點按之後可能會跳出一些廣告出來 請你要耐心一下 我以第三個來講 我們用SendSpace這個檔案分享網站來取得TWAMP 進來了以後 再點按下載 再往下 我記得是在這邊 接下來把它儲存下來 下載完成之後 我們來到檔案總管 然後來到你下載所放的地方 目前我放的是這個TWAMP D V7.03A.7Z這個版本 把它拉到桌面上面來 我們由桌面上來操作 接下來我們再來到桌面 這套工具是採用7zip所壓縮的 所以你要先取得7zip這一套壓縮解壓縮的工具 我們按右鍵來到7zip然後解壓縮到這個地方 把它解開來 OK 減壓縮完成 接下來打開檔案總管 我們把這個已經解開來的目錄放到C槽 好 我們來到C槽 所以在C槽裡頭 你就會有一個TWAMP D 習慣上來講我會把它改一下名字 因為它是703 因為我有時候會有幾套TWAMP的版本 所以這裡我把它命名是TWAMP D703 也就是它7.03這個版本 再來我們進入TWAMP D703這個版本裡頭 然後呢 這裡有一個AMPXEZHTW.exe 這個是它的中文版的執行程式 如果你本身要執行的是英文版的話 可以利用這個AMPXE這個執行檔 我們來使用這個TW的程式 按右鍵以後請你注意到 使用以系統管理員的身份 來執行這一支程式 如果你不使用系統管理員的情況下 有一些系統上的權限可能你會受到限制 Windows 7或是Windows Vista的電腦 都會問你說你是否允許來自這個程式的執行 點按4 接下來你可以在你的Windows的狀態列上面 這裡可以看到一個像滾輪狀的一個圖示 這個呢就是AMP 如果你按右鍵的話呢 它還有一些基本的選項 現在我們已經執行了 接下來我們來到我們的 浏覽器裡頭 開一個興奮頁來看一下 一般來說 當你安裝完整也執行下去之後呢 當你打Localhost 你就會來到TWMP的本身首頁畫面 TWMP有一個好用的地方就是它本身把Drupal 7 Drupal 6也都放進來了 所以你只要點按一下Install Drupal 7 或者是點按Install Drupal 6 就可以把Drupal 6或者Drupal 7的系統安裝起來 不過這個方式呢 灑瓜式的安裝法 因此有一些安裝的設定呢 你是都沒有接觸到 因此請進入下一節 我們來實際 從Drupal.org裡頭取得一套Drupal 7的程式檔案 然後自己呢 在TWMP器裡頭 由手動的方式來進行安裝